大家好,歡迎大家收看Galuchi Watch Presents 《機械手錶難知識》第一集 相信很多人都會聽過很多有關機械手錶的種種留言 有些人又說,不知道什麼每天都要上年,這錶才會動的 但有些人又說,不是每天戴著這錶戴多少個小時 就不想再上年它永遠都會動的嗎? 究竟真相是怎樣? 其實關鍵就是在於手錶的背後 大家可以看到我手上的兩隻機械手錶 左邊這一隻,它後面有很多不同的零件 而右邊這一隻,它就多了一個零件 就是我們所謂俗稱的駝 可以看到這個駝是懂得自己轉動擺動的 它的作用就是在於,當人們戴著這隻手錶的時候 這個駝就會轉動,從而令到不用再手動地上鏈 這隻錶都可以自己運行 但要記住,每天最少要戴著8個小時或以上 這隻手錶才可以到第二天都可以繼續運行到 以後大家一看到機械手錶,記得調轉它來看看它的錶底 有妥的就是我們所謂的機械自動手錶 而無妥的就是機械手錶手錶 而無妥的就是機械手錶手錶 字幕作為手錶